上周女王不带关 手泪成功 直升总决赛巅峰之夜 本周全新赛段开启 六位新晋蒙面舞者降临 新一轮舞王之争正式打响 欢迎大家来到全新原创类明星舞蹈 竞技真人秀蒙面舞王 这次是我们的全新赛段 接下来我们按照顺序 依次地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我们一号的哈士奇 哈士奇 我正宗地介绍一下 这是狼 这是狼 这才哈士奇 我今天的代号就是战狼 同年后后接触舞蹈的时间 差不多有16年 我是战狼 我再小心一点 战狼 实力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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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是组合里的人吧 难道他是无情人吗 接下来2号 大家好 我是竞技的酷哥 我从4岁开始 就是从芭蕾拉丁 就是这么一路学会来 我的舞龄是20年 我的标签 哦 哇 蝉联拉丁舞全国冠军 蝉联 是谁 果然这次来的全是强者 来我们3号 我叫调皮蛋 大家可以叫我皮蛋 我是要最专业的学习了街舞 所以我应该就是 从战狼的环境跟 onogram的环境里长大的 然后到现在也跳了 13年的时间 我看一下 这个是我的标签对不对 康平亚军 一个女生跳康平 能拿亚军 咕咕咕咕咕咕咕 我们看看4号 哈喽大家好 我是暗夜精灵 我叫暗夜精灵 因为我喜欢大魔兽世界 哈哈 我的关键词是 有点雷同的 国标冠军 冠军你好 蝉联的拉丁冠军你好 哈喽 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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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次的强者五种海拳 好 我们看看5号 哈喽 我是莲花小仙族 我正式学舞蹈 是在9岁 大概是有11年的时间 从小跳过中国民族舞 古典舞 爵士街舞 你的标签是 中国舞冠军 全是冠军 这次真的是冠军的集合 我们是冠军之族 下一个 让我们认识一下6号 大家好 我是暗夜骑士 能力超群 胆少的可以先走 因为掌牌已经在我胸口 我有12年的舞龄 在街舞方面 很多舞种我都很擅长 暗夜骑士 我们看看你的标签 全能够跳 厉害厉害 好的 在之前 女王不带关 攻类手类成功 成为了第一赛段的类主 新的四场六个舞蹈 攻了类也手人类 新赛段的各位加油 我在总决赛等你们 那么第二赛段的类主 将从今天来的六位参赛者当中 产生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实力了 这里正在进行的 是由江苏卫视和三星制作携手打造的蒙面舞王 所以接下来 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第一组蒙面舞者上场 有请蒙面舞者 人花小仙子 和他的舞团 PRO-K 喂 小仙子 哇 哇 这是谁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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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衣服好厉害啊 这 哎 是不是杨超月啊 杨超月啊 杨超月 杨超月 他这个很可爱啊 他这个很可爱啊 有请他的对战方 紧急的酷女孩 和他的舞团 听Family Groove 好酷啊 好酷啊 这个面具 那他片子也好好看啊 哇 这什么 哇 上来就这么嚣张的 哇 好炸啊 哎 不知道 哎 哈哈哈哈 哇 他们这个有点狂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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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有姿势 大将 但我感觉他戴着那个跳舞 我也很难受 是 那两根东西应该是 但是那个面具算做的蛮好啊 好好看啊 像外形 有点Cyber的感 谢谢 接下来 在对战之前 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我今天 就算是没这个 永远可以帮你 发化 哇 天柔沙 我觉得 你会后悔选择了我 因为 因为 不会把这个舞台 被吃掉 包括你 先出场 还是后出场 后出 舞台交给小仙子 请 金鸡库女孩 和你的团队 先到下面观战区 这个队型感觉就是很有料 加油 其实 是我第一次尝试 三大舞 所以我希望能得到 台下现代舞老师的认可 特别是像张奥岳老师 这种很厉害的舞者 他叫这首歌 原来是他的歌 大鱼 大鱼 好看 那个后面那个背景好看 那个好看 那个后面那个背景好看 那个背景好看 大鱼 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 有我 凝望你沉睡的路 好美啊我的妈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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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看 他有很多城市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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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太棒了 完美的时间 这个水滴刚刚好 很好 我好喜欢他这个舞的编排 好厉害 他们排的层次很多 有一个位置是 就好像浪一样 它是一个流水线上面的 一个四次到五次的变化 它是一边跳一边走位 利用现代舞的一些想法 这个很好看 接下来请把舞台 留给进击的酷女孩和她的舞团 T family crew 加油 看完小仙子的舞台 我觉得她的整体的编排和舞团的配合 其实都是很好的 但是我会在我的作品当中 倾尽全力 我不会因为你是小仙女 就放水的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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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小仙子发表自己的拉跳宣言 如果我进了第二次 我这整点天上的东西给你们查看 好可爱 好给我一票吧 我来这个舞台 不是来玩的 我是来跳舞的 如果你们让我进下一轮 我可以说 所有舞种任交 好霸气 芭蕾 我可以 中国舞 我可以 博哥 我可以 拉低舞 我连续五年全球冠军 这个太全囊了 什么都可以 跳舞不在意跳得多 而是要跳得好 你也不错 但我觉得我们强一点 接下来进入投票时刻 如果现场的各位 你们支持的是莲花小仙子 请选择一号键 如果各位支持的是 进击的哭女孩 请选择二号键 投票开始 好纠结啊 三 二 一 投票结束 这一把我知道你一点都不纠结 你看得很快乐 我挺不纠结的 首先我很欣赏 仙子的表演 谢谢 谢谢 你是选择的一个表演 是传统的一个 慢歌中国风的一个 我觉得是很难去表达 一个连贯的感情 我觉得你表达的很好 就是 以柔克刚的这种感觉的舞蹈 但是酷女孩刚的也挺厉害的 你们觉得呢 你要以柔克刚 你要克的刚 不是一般的刚啊 我感觉 怎么刚 我都能做 有一件事我希望大家注意 她是我们目前在这个舞台上最高的一个女舞者 这都被你打算了 你是有多高啊 一米七三 那女生来说还蛮高的 对啊 对跳舞来说高的人是个障碍 因为高的人跳舞是很不协调的 你是我见到这么高的人最协调的一个 谢谢 刚上场的时候小仙子的面具之情就是 就有一种油爆琵琶半遮面 然后玉环琴的感觉 但是她是属于那种 其实很好看 但是属于是如果蜜吃桃都碰到这样的NPC 真的会吓死 小仙子 为什么会给自己取名 然后选择这样一个面具 你们不觉得我这样很鲜吗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对面不是酷女孩吗 我酷女孩做腻了 我是最新的风格 这个是有人物线索 你平时是很酷的是吧 我平时话不多 我跟你正好相反 我平时比较甜 所以我今天打算戴着面具来正面缸 当一回酷女孩 想问一下两位谁选择了谁 我选择了她 因为她刚刚有一个动作我也能做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动作我看中了她 来一个 黄面比赛了啊 她俩我们要位真的好重啊 其实莲花小仙子的舞龄有十一年 更重要的是她是中国舞的冠军 但是副女孩舞蹈的年龄有二十岁 我从四岁就开始跳舞了 所以她只有二十四岁 彭子宫 她的成绩是蝉联五年拉丁舞的冠军 我说一下我今天没有跳拉丁 是因为我觉得小仙子很美 然后我跳拉丁有点太欺负人了 她好喜欢这个动作 是谁啊这是 哪个城市 问她哪个城市 就是你是哪个城市的 我是外星的 这样吧 李孟菊你上去跟她跳一段 来来来来 测试一下是不是冠军 来点音乐 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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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唤 我喜欢冒费 冒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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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不怕来了 冒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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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带走 三 二 四 器 我立刻 咩咩咩咩咩 咩咩咩咩咩 大家都out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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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s about to go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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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the whole room s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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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 the bass up 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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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bout to go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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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we can't stop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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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a little dance don't st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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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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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stop don't stop dance do have your attention fuck a little dance don't stop don't stop dance don't stop don't stop dance dance don't stop don't stop dance do have your attention i was chilling in the club looking killed all by myself i saw my ex looking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炸呀 真的拼了 厉害了 大家见笑了 因为我没有比赛过 我从来没跟女孩 切这么近过 我也是 小仙子跟她比赛完之后 你现在的感觉 觉得谁更舞更好一些呢 那是我了 酷女孩呢 是我啦 火腰味很重啊 尿尿你感觉他们厉害吗 我觉得很厉害啊 这个比赛厉害啊 很像很像Vogueing Ball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个Vogueing的一个文化 在派对里面然后 就是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女王样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在下面会这样子 一直给 然后我们还会在就是也是会给分数 like 10 10 10 right 所以我觉得很专业 然后他们刚才在battle的时候 就是火腰味十足就是就是要这样 就是要这样 对女生battle就是要这样 我们颜归正传哦 你们的平时的职业 应该不是跳舞吧 我是一名歌手 哇哦 歌手 邓紫棋吗 我们能听你轻唱几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她声音这么亮 哇哦 我感和感到的 我感到的 你义了 你义了 我感到的 你义了 我感到的 你义了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 就是两位最终的分数 三 二 一 能看得懂吗 这是连鹏大鱼 荷包蛋 荷包蛋 小仙子 小仙子 这个是你的面具 小仙子 好 错错 我们比较实在就写个一字吧 错错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所有的助力团 还有我们的观众团 给出的两位最终的票数情况 来看大屏 这组悬念好大呀 差不多的 哇 好劲啊 只有四票之差 让我们恭喜 梁花小仙子 顺利进入第二轮的 类主争夺战 我投给了小仙子 我很喜欢女生的爆发力 但是我更喜欢用肢体说话的人 去用情绪带动作 而不是动作爆情绪 仙子的编排能力 比如说队形排三层 三层都叫不一样的 但是又营造出来一个很美的画面 是这个舞台上很少有的 所以我会更喜欢仙子 让我比较惊奇的是那个酷女孩 她的整个舞蹈段落 特别地长 难度系数特别地高 原本以为她是不是要结束了的时候 她竟然后面还有一段 不断地给人有冲击的效果 根据我们的规则呢 要由胜利方小仙子 为我们的酷女孩进行半接面 我们请酷女孩 好甜哦 你看她的月牙的嘴巴 又白又甜 看不出来是谁啊 好帅哦 没关系 酷女孩 你接下来还有三人小起舞的环节 还有争取一个可以晋级的名额 所以加油了 我们可以加油了 对战 对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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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开始今晚的第二组对战 有请蒙面舞者调皮蛋 和她的舞团 群舞者调皮蛋 Oh my god 好皮箭 我的这种面具好好码 выд 帅 干 有请她的对战分 尤其她的对战分 正好和她的舞团 IP Crew 谁啊 谁哭求她 弱大的体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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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火腰味是好 哦 哦 他是他是齐吧 接下来 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看不见 哎 老哎在你后面 这么眼睛的度数还是得换一换 哈哈哈哈 其实昨天在第一次的时候 我就已经看出来你是谁了 因为呢 像你这样质感的女舞者 为你一个 啊 啊 别泡路了 别这么泡路了 什么什么什么 女舞者 但是呢 我这个野路子 也不是该的 今天在这里 我就跳到你崩溃 爱必处 哦 哦 哦 感觉他好妈呀猛男 哇 他火腰味好大啊 明明 是只 哈士奇 非要当只狼 今天 我就把你 打回原形 还没打已经回原形了 请双锋猜拳决定出战顺序 比赛 好 我们把舞台交给战狼 请调皮蛋和R&B去往观战区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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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说力量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是能够 面黄的所有选手里面最强的 所以 我的对手 你一定要小心啊 牛肉 煮 牛肉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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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们交换舞台 把舞台留给调皮带 来 调皮带 还是要犯人 你 合掌 跪下 本来 你 你 你 准备 тебя 给这儿 没错 你们你想 你 这样 做 来 ing 对 哇 我也不要紧 这个音乐歌呢 You don't have to try You don't have to try Rejie 好帅 很帅 我觉得她并不是普通的爱豆 她的舞蹈实力已经完全超越爱豆好几集了 我其实心里就已经是有点慌了 中国女艺人 就是能把他命的防备人做那么好的 就跟姨月儿 就很好猜 我这里要说是谁 那我们先请两位蒙面舞者 分别发表自己的拉跳声言 在今天这支舞之前 我差不多已经有五六年 没有跳如此强度的舞蹈 还能遇到这么强的对手 今天只想放肆地戴上面具 好好地跳一场 好 支持你 这样 谁都会 但是 能把内心的东西跳出来 才是最厉害的 该死的手这么不争气 人口话不多 接下来进入投票时刻 如果现场的各位支持的是我们的战狼 请选择一号键 如果大家支持的是调皮蛋 请选择二号键 投票开始 大家都选择 好 投票结束 一如既往的过瘾 首先我很喜欢战狼的面具 它是纹目双全 你看虽然它是战狼 它还戴眼镜 很有学识的样子 很有学识的一匹狼 其实现在比较像一只哈士奇 我觉得战狼特别符合女生的那种 对男生的期待 高高帅帅 然后面具有点可爱 舞蹈跳得有点小厉害 对吧 女生就喜欢这样帅气 哎呀我就拆穿你 他一撕掉衣服一露腹肌那一下 哎呀秒释得那么明显了 但明显就 往后退了好几公分刚才 你们现场的女生应该都是这种感受吧 另外我真的觉得调皮蛋非常的调皮 你起了一个青铜的名字 但你明明是个王者的级别 我严重怀疑你是坐在这堆里面的专业老师 然后上去蒙面的 不简单啊这个 因为我内心深处就是这样一个人啊 调皮蛋给我们武林是13年 而且你知道标签是crump的亚军 这个是我的标签 crumping亚军 我认识的那个人 他也可以叫crump 你已经知道谁了 crump小时候有跳 因为我从小是在old school的环境里长大的 是battle做了的 所以只要有舞蹈的舞台 我都会在 王姐哈 那么战狼呢 为什么要给自己取一个这样的名字 看到非常可爱的这个 好吧哈士奇 招了吧招了吧 所以来了之后我就想用它 因为过于可爱了 所以给他取了一个比较凶悍的名字 我怕大家感受不到我的张力 你是张心对吗 刚才只是展示了我一点点的能力 我还有很多招没有放 因为我是全舞种 谢谢 全能舞者 我每天在练习室旁边都有听到他的音乐 旁边都是呼呼哈哈 他俩莫名很有CP感 他俩莫名很有CP感 好可爱 调皮蛋 他们不单单有大的音乐节奏 他们会把小的音乐就是那种 这这这那后面的那种 身体的小音乐都做出来 战狼 第一个swag的音乐能跳成这样 而且里面有很多swag的经典的东西 连接非常棒 我没想到 昨天走台都没这么好 难得碰到这么强劲的对手 battle吧 battle 好第一阶 选个B 来吧 好 好 他叫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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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球比赛 我知道你是宰呀 我知道你是宰呀 好棒哦 这个 好棒哦 好棒哦 我们这边下来了 幸运 什么都能来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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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哦 好棒哦 不同舞总的 方老师啊 我不是专业的 但我能感觉到 两位的水准肯定是已经是 刚才有跳 breaking locking popping 如果来个民族音乐 他们也可以跳 我其实很想听一下 我们专业的舞蹈老师 对于他们的看法 中国科技舞学的首席 我们的唐思逸 战狼 我觉得他 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反差 一开始上来特别的炸 然后特别的有力量 然后但是突然说话 说 特别的可爱 我特别喜欢 调皮蛋呢 然后上来的时候 也是特别有自己的气势 然后特别有自己的范儿 但是一跳舞的时候 也打开了他自己的另外一面 特别是当刚刚的灯光 全部都在你身上的时候 就觉得像一个天使一样 所以你把票投给了谁呢 我投给了2号 然后我们 你们要谁点评啊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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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标准的舞者的身材 只要是力量方面 我觉得你做的特别好 说实话 当你这个作品 跳完之后 我其实我感觉 你应该赢定了 对 但是我没想到 第2个作品 对 就是 因为我经常会觉得说 一个好的作品 不管你看不看得懂 如果它能跳进你的心里 这就是好的舞蹈 所以说第2段舞蹈 看完了之后 我整个人 是那种鸡皮疙瘩 从后面的一些细节 我应该猜到他是谁了 对 我投给了2号 我们接下来呢 要看到的是 两位最终的得票的情况 先公布我们三位的 这我们要不要一起速度 好啊 一起来 3 2 1 今晚睡觉满脑子都是调皮疙瘩 调皮疙瘩 我们只占3票 好 大部分是现场的 我们的专业的舞蹈老师 还有我们的助力团 和观众团 投出来的结果 两位75的最终票数式 请看大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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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分数的话 是让我出乎意料 因为我觉得 我也已经拼尽全力了 把我那支舞再跳好了 而且我觉得我在比赛的部分 也没有输很多 但是挑输却 好像差的有点多 其实还蛮失落的 让我们恭喜调皮疙瘩 顺利进入下一期的 赖主争夺战 因为我这个是一个 比较内心的作品 他们又感受到我是很开心的 然后我也希望这样 在接下来可以加油 我投给的是调皮蛋 小小的身体 大大的能量 而且节目整个构成的和编排 确实是很有逻辑 包括它的整个灯光全部压下来 现场氛围很好 战狼的呢 我会觉得说它是很有力的一个 舞蹈 但是呢 他们整体的这个编舞呢 是大对形大对形这么变 所以在卡音乐上呢 会没有那么的细腻跟细致 淘皮蛋那边呢 加入了自己的感情 加入了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感受 对形的变化也特别的柔和 所以我觉得 他们这支舞会 相对于来说更加的完整 所以接下来根据我们的规则 是由胜利的调皮蛋 为我们的战狼进行半截面 到底是谁 3 2 1 请转身 这就是谁啊 看不见就能看见个下额 这个半截面突然有点残酷 把他下额给除掉了 战狼如果没有关系 这一轮虽然分数偏低 但是你也还有第二轮的机会 是吧 这才拿到哪儿 所以你一定要为了 接下来还有晋级的名额抄刺啊 加油 好 一会儿进 接下来 开启今晚的第三组队战 尤其能力舞者 暗夜精灵和他的舞团 太期待 来了 呼 哎呦 好瘦啊 还是跳拉丁的吗 谁啊 哇 琴头很好看 有点异王感觉啊 哈哈 哈哈 尤其他的对战方 暗夜骑士 和他的舞团 奥莱EQ 都是暗夜的代表 哇 哇好壮啊 这个面具好酷啊 哎呦 好酷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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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快聊啊 真的好像啊 我觉得有点像慕容云海啊 太难了 接下来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暗夜骑士是吧 这个舞台上 只能有一个暗夜称号 好厉害 这个好厉害 这个有点很难 找踏实地才能走好这条路 否则你会后悔参加这个节目 好吗 好吗 请双方猜拳决定出战顺序 骑士可以先选择 女士要先 我以为 我以为呀 这是不太诚实 不太诚实 不行 不行